各位好 我是Thomas 今次交換所能計劃的其中一位導師 我教的課程是關於怎樣在網上 做一些藝術的教學和分享 我們其中一位參加者就是旁邊的Candy 大家好 我是Candy 中文名叫蔡妙琴 透過如何網上教課程都學到很多東西 我知道Candy在香港展能藝術會 參加過很多不同的課程 可否介紹一下你在ADA這些課程中 如何發展藝術或者你參加過甚麼呢 首先要感謝ADA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活動和工作坊 由初初試試水彩、劇場試影傳譯、歌唱技巧等等 慢慢找到一些自己特別有興趣的 例如一些深入的繪畫技巧和角色設計 沙華、薩奧尼等等 近這幾年還透過一些比較特別的計劃的課程和工作方案、研討會等等 慢慢找到自己想發展的方向 今次你跟我們分享了環保物料去做一些創作 而你原來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創作形式 今次你找到一些發展方向 可否介紹一下甚麼方向 或是你跟ADA在這些方向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其實如果跟ADA的關係呢 應該說回十幾年前 在去參觀一個JCCAC 創業藝術中心的導賞活動開始了 從那時開始就認識到香港金箴頭藝術會 除了參加他的課程之外 慢慢再有一些好像是導師及支援者的課程 我就透過這些課程去進行一個藝術活動的時候 可以怎樣學到做人自作 其實也很幫到我的 另外就是在ADA都好像一條橋 給了我很多機會去認識到不同的導師 好像亦師亦友那樣 其中一個就是Thomas Lee 跟著就因為都參加了不少的一些環保工作坊 所以就會開始慢慢發展怎樣把一些環保的創作 或者是環保的方法來用在一些藝術創作裏面 有這麼多不同的工作坊 可以分享一下為何你今次會參加了加換所能這個計劃的工作坊 跟之前的工作坊會不會有些不同的地方 會因為之前的工作坊多數都可能是在藝術技巧 或者是一些藝術的欣賞 但我發覺作為一個藝術家這樣是未夠的 希望可以與時並進 所以就參加了這個課程 希望可以善用一些現在的媒體 新的科技能夠接觸到更多的群眾 是的 特別在近這幾年 可能多了需要用科技去做一些教學 甚至乎現在的人都會用很多新的媒體去做創作 那你在這個課程裏面 你覺得有些甚麼特別好的得著 或者你比較深刻的地方 特別深刻是 其實講了幾個一些網上會議的方式 其中一個就是怎樣去用自己去主持一個 Zoom meeting 還有就是運用OBS的方法去令整件事可以豐富一些 我試過就是跟一些藝術家的朋友 在網上做一些會議 做一些交流 都是非常之好實用 多謝你 因為我們今次都真的去用一些網上的方法 今次就是拍了一些片去交流 但原來你都會做一些即時的網上交流 希望未來都可以有機會跟Candy去網上 又更直接或者可以聽到你分享多些 是的 上完這個課程之後 我發覺當我是做網上活動的時候 會多了去想一下參加者在網上的角度 從他們的角度去思考 想一下用什麼方法 或者用什麼技巧 可以令到他們在網上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容易明白一些 而且容易去投入 另外也會想一下 就是他們身邊有一些比較容易找到的環保物料 而我又可以在網上做一個做網上示範 可以比較清楚 令到大家可以在環保這個 或者在一個藝術創作裏面 可以更加多一些交流 也很好 我看你可以透過網上不同的形式 去做一些即時的分享 例如網上的 Zoom Meeting 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的交流 今次也是 今次我們就透過拍攝 然後擺上網的形式去分享 希望明天可以有機會再聽下你不同的網上分享 以及你創作經驗的分享 是的 透過今次的錄影 我相信可以跟到更加多不同的 對藝術或者環保有興趣的朋友去分享 好 今天就多謝Candy 跟我們聊聊天 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今天的訪問聊天就差不多了 那就有機會再見 好 多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